盖茨勒大怒 他说道 你果然是个反贼 竟想射杀你们的总督 好吧 我承认说过恕你死罪 但是并没承诺不让你坐牢 他命令士兵捆住退尔 将他押到船上 送往湖对岸的城堡里去 被俘的退尔 随着盖茨勒总督 以及士兵们一起上了船 然而 阿尔卑斯山区的天气变幻诺测 船刚离岸不久 起风了 柳森湖上风极浪高 小船在湖中随波逐流 眼看即将寝负 盖茨勒慌了 他知道退尔是个操舵好手 身死攸关之际 他只好将退尔松拔 说道 只要你来掌舵 让我们大家拖鞋 我就免除对你的处罚 退尔答应 他走到船尾 操起了船舵 然而 他的眼睛已经看到了 放在船舷边 自己的舰笼 当他将船驶往一块巨岩石 他迅速的拿起弓弩 一跃而起跳到了岩石上 这块湖边的岩石 现在被命名为退尔岩 他借势将船狠狠的一脚 登向湖中 无人操纵的小船 在湖面上搭转 盖茨勒吼道 大胆刁民 等我上岸以后 非吊死你不可 退尔说道 你上不了岸了 当你好无人性的逼我 用箭射向我的儿子时 我就在心里向上帝发过尺了 这第二支箭一定要射穿你的心脏 说完退尔 举起弓弩 一箭射中了盖茨勒的胸壳 盖茨勒翻身落水 此时船被风浪打翻了 一船的士兵全部落水溺亡 由帽子事件引起的苹果事件 以及威廉退尔的被捕 终于将积压在人们心中多年的怒火点燃了 1291年8月1号 柳森湖边的三个州 什维茨州 乌里州 瓦尔登州的乡名代表 秘密聚集湖边的吕特里林地 他们按照古老的祖先仪式举行了盟试 决定以这三个州为核心 建立永久同盟 三州决定 任何一州受到攻击时 其余两州必须全力增援 逃脱了魔爪的威廉退尔也参加了聚会 他认为 盖茨勒的死亡一定会引来爱伯特公爵的报复 各州必须团结一致 将哈布斯堡家族驱逐出瑞士 以三州为核心的同盟 吸引了越来越多其他州的加盟 哈布斯堡家族当然不甘心自己祖业的丢失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 不断的派兵围剿 与瑞士人先后发生过多次大战 但是勇敢的瑞士人 组建了由猎人 渔夫 牧羊人组成的民军 多次击败入侵的哈布斯堡正规军 哈布斯堡王族 眼见瑞士是块不好肯的硬骨头 只好将家族的基业迁往奥地利 爱伯特虽然后来登上了地位 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好下场 这是因为他不仅对外凶残 在自己家族内部也是一个窝里恨 他的地理早死 他就借机倾吞了侄子约翰应该继承的遗产份额 当约翰长大后向他索要财产时 不仅被他拒绝 还遭到他一番劈头盖脸的羞辱 愤怒的约翰最终刺杀了伯父皇帝 随着爱伯特皇帝的遇刺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落到了别的家族手里 直到130年后 皇位才重新回到哈布斯堡家族手中 由于爱伯特的死去 这段时期哈布斯堡对瑞士的控制也就减弱了 在席勒的剧作中 最后一幕出现了弑君者约翰 他刺杀伯父以后 化妆成修士逃到了瑞士山区 遇到了威廉·推尔 推尔建议他逃往意大利 请求教皇的庇护 这个情节虽是虚构 但是据史书记载 约翰后来确实是逃到了意大利 1648年 经过300年不息的抗争 瑞士终于摆脱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 获得了独立 1815年 在维也纳会议上 各国承认了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在20世纪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中 瑞士都幸运的躲过了战火 19世纪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 根据席勒的剧作 创作歌剧威廉·推尔 这部作品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序曲 在这部十多分钟的序曲中 罗西尼以大师的使手笔 展现了阿尔卑斯山的湖光山寺 瞬息万变的黄蜂咒语 雨过天晴后 悠扬的穆迪和柳森湖上的渔州晚歌 其中特别为观众所熟悉的 则是结尾部分的进行曲 罗西尼以艺术家的激情 歌颂了勇敢的瑞士人 从山间湖泊 从密林深处 举着弓箭 躺着鱼叉 杀向侵略者 以及经过数死搏斗之后 取得最终胜利的欢呼 这部序曲 已成了当今乐台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